好的 歡迎來到實驗實況 今天 就是之前有答應過大家 就是之前是流星紅的開箱嘛 那之前就有答應過大家說就是 做完之後要再拍一部片給大家看 那就是這個啦 主要就是這一隻 然後呢 像他在腳啊一些細風扇你們看一下 你看有沒有一些黑色的線條 一些凹槽 然後我就有就是讓他入墨線 就是他的每一個地方 然後還有貼紙嘛 這些貼紙黃色這個眼鏡也是貼上去的 然後這個白色的也是貼紙 那比較酷的就是這個地方 你們看一下他身上配掛這個筆頭 我對焦一下 這個金色的就是我用鋼彈的麥克筆 這一隻 所圖 然後像他這個地方呢 我有先用這個筆刀 先用筆刀在這邊 畫一痕 從上面這樣畫下來 所以他塗上去才會這麼平滑 不然你一般都會這邊多一塊 這邊少一塊 因為你不可能很剛好這樣畫過去 然後我落墨線呢 如果大家有看上一集都知道 湯口處理技巧的話 還有落墨線的教學 那你們都知道我當然就是用這一隻啦 最簡單的是最好用的 因為這兩隻都是 就是這個鋼彈 這個萬代公司所出版的 就是專門給鋼彈用的 好那 那今天呢 的 這個完成品 流星號完成品 介紹就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在下方 按讚 那如果還想看到 更多這種 的影片 那就請幫我按個訂閱囉 就是呢 按到爆最爽 下次再見 see you